我说过很多话 阿里巴巴可能会失败 但是走阿里巴巴这条路的人 一定会成功 我们失败也许我们不聪明 我们没有变化 或者我们不变化的错误 但是有人走这条路 一定会有人成功 就是帮助无数的小企业 人家那你帮助无数小企业 你不是去搞金融吗 我告诉大家 阿里支付付阿里小微金融 我们还真不是为了挣更多钱 中国不缺价银行 中国有的是银行 而且银行个个都很大 但是我今天记得我最深 我的九几年刚刚成立的家公司 当今天我就海摩翻译社 为了三万五块五万块钱的贷款 我把我们店里面 所有东西都拿去抵押了 还拖了很多关系 根本就拿不到钱 今天如果是我们能够有技术 让无数的小企业 不用担保 不用抵押 那凭信用你就可以贷款 让信用等于财富 这是我们阿里金融的使命 这个社会 人们的点点滴滴的行为 都变成从信用的时候 而这些信用能够变成财富的时候 社会才走向正能量 刚才讲一块钱 一块钱是什么 我信任你 我相信我们公司很多同事说 乞丐也可以贷款 为什么乞丐不能贷款 只要他从今天开始 此时此刻说 我愿意注重信用 为什么不贷款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